尊敬的 主義同修 主義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再借這個 共修 這段姻緣跟大家來 這個法院 感謝我們 鄭居士 感謝我們的虎法 主義同修 給墨學 這個姬緣 這十幾年來 特別跟著無形法師 到很多地方 做三十七年也好 打佛七也罷 我看到很多道場 特別是我們雪梨 是很特別的 也可以說非常稀有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你看我們每一年 佛七不間斷 佛七不間斷 甚至於最近 這個三十七年至少也 有時候連續四次 有打佛七 有八關災戒 這幾年 主要的獎金不間斷 很多地方 都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來擁護 來照顧 來護持 這個道場 雖然沒有法師 雖然沒有法師 住在這個道場裡面 但是 對佛法推廣淨土 而對於勸導大家的念佛的精神 這個值得我們來讚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來鼓勵 互相來讚嘆 互相來照顧 非常難得 要建一個道場 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地方 你看有時候一年要辦一次的佛七 就很難 像美國啊 歐洲啊 甚至於有時候馬來西亞 印尼 很多地方 所以有這個機會 大家要互相鼓勵 所以今天我要感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緣 來跟大家結個好緣 所以感謝你們 給我這個機會 如果有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我們都在學習的 人非勝選 殊能無過嘛 對不對 只要你還是反忽 你就避免不了的過世 學佛最重要的 知道錯又改過 所以為什麼 在佛法裡面 一切法門 都离不開忏悔 一切法門 都离不開忏悔法門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借這個音言 再跟大家來分享 那 繼續要跟大家來說明的就是 這題目 跟大家分享的 說是 深信淨土 事實不退 往生西方淨土的關鍵 就是下面的那一句 事實不退 事實不退 關鍵就是在這一句話 但是事實不退的關鍵 建立在哪裡呢 關鍵 關鍵建立在深信淨土 你對淨土深信 你才不會動搖 你對淨土的深信 你才對這一句名號 起了一個信心 不然的話 我們念佛到最後 會退心 很多人念佛念了幾十年到最後 心不念佛了 退轉了 很多 不要說我們 外面的這些念佛的人 很多 就有這樣的例子 什麼原因呢 因為這個末法時代 這個末法時代 法 比較弱 正法比較弱 魔 比較強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末法時代眾生 容易迷失了 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目標 所以 起心動念 都離不開自己的 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原意 不善的造作 所以產生種種的造業 再加上現在這個很多一些 站在自己的立場 來看這個佛法 甚至於 使人對這個淨土時期的信心 用這些謠言 雜說啊 來影響 說我們淨土如何啊 淨土法門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有些人呢 深信不過建立 就容易被迷惑了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命好啊 真的我們的命很好 你有這個機會遇到這個法門 你有機會能夠聞到這句名號 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過去深 你跟阿彌陀佛結了很深的因緣 所以今天有人跟你說 我要把大千世界來跟你換 或者把這個金元財寶 或者我們世界的金剛寶 說跟你換這個淨土 跟你換西方解釋的世界 你那個心一絲毫都不動搖 說明你對淨土那種深信 可以說已經成就了 因為你明白 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哪一真是 這都是真的 都是假的 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這句名號 你會抓住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那些菩薩 要求都求不到 我們今生意道了 你好好要珍惜抓住 不要浪費這個時間 因為這句名號太容易了 只要你肯念 行住坐卧很方便 你都能夠念 你看 你看現在這個末法時代 你請他來說 你要受戒 他感覺壓力做不到 你請他說我們每天來讀五量塑經 他沒有時間 但是如果請他 你可以念一句阿彌陀佛 容易簡單 只要你肯念 功德不可適宜 因為一句阿彌陀佛代表一切的戒力 一句阿彌陀佛代表 十方一切諸佛的功德 所有萬善 同歸到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你想一想 這麼簡單 行住坐卧 行住坐卧 處世代人皆無 只要你肯念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那功德無量啊 所以真的我們的命很好 不夠大 能夠相信 能夠唸這句名號 你不好好唸的不是很可惜嗎 那關鍵怎麼唸呢 關鍵在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我用一個比喻 你要用什麼心態來唸 你看這個用一個比喻 釋迦摩尼佛在《地藏菩薩本運經》第六品 第六品是講如來讚嘆品 釋迦摩尼佛為普廣菩薩 就是為大眾介紹地藏菩薩的功德不可思議 神力不可思議 願力不可思議 把這一品講完之後 最後的普廣菩薩出來合掌恭敬 你看那個普廣菩薩用什麼心態 對釋迦摩尼佛而來接受呢 你看最後的那一句話 偉然頂受啊 普廣菩薩在釋迦摩尼佛的面前 而跪下來合掌告訴釋迦摩尼佛 偉然頂受啊 什麼叫偉然頂受啊 就是用我的恭敬心真誠心 我來接受佛陀的教會 依教奉行 所以念佛也是如此啊 這句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如果我們沒有用這種的心態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你只跟阿彌陀佛接個源 你沒辦法往生西方淨土 你沒辦法了生死的 所以心態很重要的 所以一切法門歸納起來 就是你能不能依教奉行 我們現在的人缺乏這個 所以為什麼我們念佛不能得利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心態 你的真誠心你的恭敬心 顯不出來 而且我們這一段時間的修行 很多人的真誠心恭敬心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真心心 真正的真誠心恭敬心 一示好對一切眾生 當作什麼 都是諸佛如來諸佛輔的看待 這個才是真正的恭敬心 依教恭敬 所以尊敬的 各位同修那德 清經最重要不是聽再多 不是再多或者再 最主要的 你能不能聽懂 我所講的佛法 只要你一句 兩句 三句 五句 你的功德就不可思議了 如果今天我們每天聽經 每天讀經 每天念佛 但是對佛法的內容 不是真實意的去了解 就算你把全部 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的經典 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佛法關鍵不在多 關鍵就是在經 經就是講精進的意思 所以我就借這個因緣 跟大家來講一講 如何建立自己的信心 對淨土法門 希望大家互相鼓勵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一個星期 請暫時跟大家 一個禮拜來跟大家 見面 來 分享 所以 你要鼓勵我 鼓勵我自己本身 給我這個機會 你能夠參加這個供修 然後來大家一起來 學習佛法 這個對我來講 是最大的鼓勵 如果大家不來參加 我一個人講 有沒有什麼好意思 對不對 你們大家在這邊 我有這個機會 把我修學的 這個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最大的供養 一切供養為大 發為大的 所以要記得 請法師 如果到家裡 請兒吃個飯 要記得 你要請法師 講幾句話 就算一句兩句也沒關係 就等於什麼 再請法了 那功德無量 普賢菩薩不是講的嗎 一切供養 什麼樣是最大的 發供養 就算這個法師 為你們講一句阿彌陀佛 你也功德無量 福報是怎麼修來的 就是這樣修來的 所以請法很重要 不然的話 你看那個道立天的天主 四體懷孕 為什麼要請 釋迦牟尼佛到道立天講經 你看 一請 十方一切諸佛 全部通通來了 沒有一諸佛都不落掉 你看他的福報有多大修 太大了 所以首先 先跟大家講一講信 這一個字 我們念佛 我們看下面 師兄 我們念佛不但是信心最重要的 而且修一切法門 都离不開信這個字 一切法門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四十九年 三百以外 都离不開這個 所以為什麼呢 釋迦牟尼佛交代他們入涅槃 譬如說 為什麼我們每一步經一開端 你看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每一步經一開始 必須要從魯士我聞開始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交代阿難尊者 還沒入涅槃之前 每一步經一開端 必須要從魯士我聞開始 什麼原因呢 魯士是講什麼 就是為我們說明信成就嗎 所以信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修念佛的人是一個手段 你要進入一切法門 你沒有這個手段 你是沒辦法進入的 但是每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 比如說你請人家 你跟我一起來念佛 不一定他會聽的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釋迦牟尼佛 在世的時候最精彩的故事 是誰啊 阿瑟瑟王 你看阿瑟瑟王臨終的時候 他的果報現前 什麼果報 無間地獄 但是他的命好 真的他的命很好 為什麼呢 他遇到了大善之士 這個大善之士是誰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告訴他 你要趕快念佛 你來不及了 只有這句阿彌陀佛才能夠得救 你要相信有西方吉的世界 你要相信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 你要相信阿彌陀佛願意不可思議 你現在你能夠相信 你就能夠往生西方吉的世界 沒想到阿瑟瑟王他命好 他的福報太大了 他相信 後來往生西方吉的世界 而且品位高 那從這個故事裡面誰救了他呢 他自己 而自己建立在哪裡 他相信 相信誰的話 相信釋迦牟尼佛的教會 所以佛陀 十方諸佛如來 只是為我們一切眾生 持一條明路 關鍵是在我們自己本身 今天哪怕是 左腳已經在無間地義 右腳還在這個世間 你真的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 願力不可思議 只要你肯相信 哪怕一念十念 都能夠救得出來的 關鍵是你自己本身有沒有這個信念 那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下面 佛為我們怎麼說呢 我們看下面 這些話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我要重複來為大家 再講一遍 所以 就是說 釋迦牟尼佛在大方管佛 華眼睛 為我們講得很清楚 信為道遠 功德母 你想一想 長陽一切 祝善根 這個根是講善法 一切法 都是從信而生的 所以佛告訴我們 信心是重道之源 公德之母 若沒有信心 一切善法 是不能增長的 有深信 一切善法 修行才能增長 一切功德 才能夠成就 所以而且最重要的 我們的法生會面 都是從 深信而生起的 這個法生會面 是講我們的人生 今生你能夠聞到佛法 今生你能夠得人生 都是過去生中 你對佛法 中了很大的因緣 今生又得人生 又聞到佛法 那你想一想 你還要等下一生嗎 等下一輩嗎 所以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不是每一生 我們這麼幸運 不是每一次 我們都有這麼幸運 真的 今生得人生 你不好好珍惜 那不是很可惜的 所以以前 有很多人問我說 師父 這個彌陀經 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看 以前很多人有說 問我 師父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太多了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最無比殊勝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 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好處太多了 從四十八月你去看 你就明白了 但是 無比殊勝的是什麼 死方諸佛國獨是沒有的 圍堵西方極樂世界才有 是什麼呢 寿命長久啊 而且無量當無量 你的寿命很長 這個就是西方極樂世界最無比的殊勝 佛的寿命很長 我們跟阿彌陀佛都是一樣 你有寿命長 你跟著阿彌陀佛學習 你畢心會成佛的 你一定成佛的 為什麼 因為你時間太長了 而且這個長數多久呢 阿森奇劫啊 是無法去計算的 大神經告訴我們嘛 你看你要成佛 你需要多長時間 三大阿森奇劫啊 但是你在西方極樂世界 你的寿命是什麼 無量無邊阿森奇劫 你想一想 那個寿命有多長 太長了 這個就是最大的好處 你今天有智慧無礙 變才無礙 你的身體是金剛補壞身 你沒有寿命長 全部都入空 這個就是最大的好處 第二個的好處是什麼 佛住世上 就是說佛在這個喜樂世界 時間很長 教化重心時間久 所以有九度不喜之功啊 一切諸佛差度 沒有這個事情的 所以為什麼 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 佛說阿彌陀星的時候 六方佛出來做證明 六方佛就等於死方佛 來為我們做證明 證明什麼 西方極樂世界 真的不可思議的 你要發心 你要發願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就是六方佛 十方佛來為我們證明的 所以你看那個九摩羅鼠大師 為什麼把原本的這一部 佛說阿彌陀經 改為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這兩個字 說是喜悅 換句話說都是歡喜 佛最歡喜的是什麼呢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如果這一生你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佛最歡喜的就是這一雙事情 所以尊敬的 這個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壽命 兩種事情 在死方諸佛國都是沒有 唯獨西方極樂世界 唯獨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世界 壽命頂長 頂多一百歲 你還是要離開這個世界 你活到一百歲 你很累啊 對不對 活了一百歲真的好累 如果兒女不孝順那怎麼辦 如果兒女孝順還好 你要保證你不生病 你身體健康嗎 真的啊 你在這個世上真的 你有多長壽命 你還是無常 你還是待不走 所以剛才已經講過了 有這個機會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真的啊 該放下的你要放下 該捨的你要捨 一切許願 最主要的 好好抓住這群人好 不要到臨終的時候 燕心在主 早上門那個時候 你要來用功念佛 我告訴你 來不及了啦 真的 趁這個機會 身體健康頭腦清楚 你要好好念佛 等到我們啊 那個身體啊 衰弱了 開始沒有體力 這個腦裡面啊 記憶力還在推化 那個時候連念佛真的很難 好 所以尊敬的 屬於同修大德 念佛的人 我們看下面 看下面的那一章 首先一定要以信為基本 所以偶一大師 在彌陀經要解裡面 為我們講得很詳細 所以我借這個音源呢 我再跟大家來 作為一個總結 把偶一大師 把偶一大師 這個信裡面 講得很清楚 分為七大類 那七大類第一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下面的 信佛言 偶一大師先教我們 你要相信佛的話 你看那個基督教 首先教你先信誰呢 信上帝嘛 你一定要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就沒辦法了 那你要相信佛的話 首先一定要相信佛的話 那佛是指的是誰呢 就是我們釋迦牟尼佛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念阿彌陀佛 誰叫我們念的 釋迦牟尼佛啊 是我們的教主啊 所以我們作為弟子 要順從釋迦牟尼佛的教誨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聽話嘛 所以淨土法門 我們老和尚常常說 你要老實 你要聽話 只要你能夠聽話 你老實 什麼就好談 如果你不聽話 不老實 什麼都免談了 怎麼說也沒辦法聽 怎麼勸你聽不進去 是不是這個樣 像一個小孩一樣 調皮屌蛋的 你怎麼講 怎麼勸 勸不了 所以 最近 最近 我有認識一位老居士 一個女兒 結了婚 抱了一個孫女 以前很用功 常常常天天面的佛 現在佛 慢慢的減少 天天看著孫女 每天跟孫女玩 早上起來看手機 看的就是自己的孫女 以前早上起來還能夠 死機佛號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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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死機佛號都沒有了 你看 所以現在這個環境真的 修行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說實在真的不容易 我認識她 認了將近十六年了 用功一個人 她真的是一個好人 用功 但是沒想到 你看 有這個孫女了 你看 阿彌陀佛慢慢的忘了 所以每天我提醒她 沒有念佛啊 所以容易退轉 真的容易退轉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相信佛的話 所以我們看下面 佛一生講經說法 四十九年 三百億會 而 所講的這些經典裡面 都是在我們一部大藏經 大藏經分為 上個階段 經律藏 經律論 那我們 我們應當要遵從 依照佛所說的一切 來修行 來念佛 這個我們一定要依照的 所以過去呢 我跟著悟行師父去做三十七年 或者多大佛期 或者一些 看到一些道場啊 不管在哪裡 美國也好 歐洲也吧 很多地方 我常常聽說 一些居士在聽經當中 或者會出了一些問題 疑 疑 來問悟行法師 或者問我自己本身 我們看下面 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常常會問一句話說 我們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 我們應當要念釋迦牟尼佛的名號 那為什麼要念釋迦牟尼佛 不念釋迦牟尼佛 而念阿彌陀佛的 我們看下面 好 我們應當要知道 是我們的教主 就是我們的釋迦牟尼佛 教我們念這句阿彌陀佛的 而且在彌陀經裡面 連續的四次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你要老實 你要聽話 你要好好地念這句阿彌陀佛 連續的四次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看下面 我們今天 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那我們一定要一教奉行 照佛所說的話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不要拐彎抹角了 我們一定要聽話 你真的要聽話 這個就是佛言 佛言就是講釋迦牟尼佛 但是現在眾生毛病多 什麼毛病呢 不相信 所以釋迦牟尼佛 為了我們講的49年 開了八萬世間的法門 沒辦法 不是對這一類周身而所講的 那今天我們相信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後來我們看下面 不但是佛教我們念阿彌陀佛 不但喔 佛在法華經 華言經 寶基經 大吉經 我們淨土三經 一論五量無邊的大乘經典 都教我們 勸導我們 念這句阿彌陀佛 不僅僅淨土三經 連法華經 華言經 這些大乘經典裡面 都是勸導我們 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不僅僅釋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都勸導我們來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所以既然我們看下面 既然我們今天念佛專修念佛法門 那就要專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老實聽話正幹 要深信佛所說的話 佛所說的教會 那對於念佛的人 為什麼首先一定要從 深信開始呢 剛才已經講了 現代這個末法時代 法若謀強 許多種種的異形雜說 往往站著其他的立場 自己的立場 來看這個佛法 使人對淨土法門 會生起種種的懷疑 現在很多 非常之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詳細 所以信這個字 我們看下面 最主要的就是除去心中的懷疑 斷以深信 才能夠打成念佛的目的 如果沒斷 信心就不能增長 我們的信心就不踏實 所以呢 我們看下面 我們看下面 最後 所以我們學佛 要以佛的聖元 都以佛的教會 為標準 就是釋迦牟尼佛 所說的經歷 論裡面的標準 不可以被一元雜說 而所動搖 要相信 兩千多 多年的釋迦牟尼佛 而所說的一切法 我們一定要相信 這個就是偶一大師 在彌陀要解裡面 首先為我們 勸導 你必須要相信佛的教會 必須要相信佛的話 你這樣念佛 你才會不會被動搖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 兩千五百多年前 為我們說明的 但是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以釋迦牟尼佛代表 來勸導我們念這句阿彌陀佛 那關鍵 阿彌陀佛的功德 阿彌陀佛的好處是什麼 為什麼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不斷地勸導我們要念阿彌陀佛 什麼原因 為什麼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來分享 今天 簡單 來為大家說明 這個念佛的重要性 首先你必須要了解 要相信 釋迦牟尼佛的教會 那我們一定要順從釋迦牟尼佛的教會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不要容易被動搖 人家怎麼說是他的事 我們念我們的佛 這個才是關鍵 人家怎麼說 哎呀這個法門好 那個法門好 就算釋迦牟尼佛現在出現在我們這個人間 又來告訴我們 有一個法門比念佛更好 你也不要相信 到這種程度 那你的信心就成就了 記得 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時間不能講的太長 大家也要好好念佛 最主要能夠念佛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下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六 禮拜天禮拜六 來為大家 為什麼我們要念這句阿彌陀佛 尼佛名號的功德 尼佛的好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念這句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 祝大家六四吉祥 祝大家身體健康 老實念佛 我們同生極樂果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下個星期六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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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大家一起共修 一起來念佛 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謝謝我們的正總 我們的正太 謝謝阿彌陀佛